好 我們直播喔 騙人的 我選到一個辣的 好滑溜 這是炸魚薯條 我有聞到一個酸酸的味道 這個醋 這是醋 喔 有有有 醋味很重 這個啊 那 沾哪一個 都可以 都可以 沒有中空味 欸 它有勾芡欸 我選到一個辣的 我以為它會是甜甜的 OK 喔 下面有解答 對 我的偷看檔案 甜辣 我剛才抽到的是 火腿辣 那這個應該是山藥辣 孜然原味 甜醋 微辣 騙人的 一整個醬沾著吃 好吃 好吃 這是混沌對不對 這個是燒麥 羊肉燒麥 這麼大一個 這個就可以蘸醋了 這是我們 喔 我們直播喔 賣的這個 可以打 9000 喔 這蘸醋比較對 突然覺得這個很好吃 是這樣的 我們一般山西人愛吃醋 愛吃醋 就是要蘸這個醋 所以是這個牌子對不對 對 來 再來一次 就是那個牌子 就是造成我們愛吃醋的原因 會有人單喝醋 會會 是養胃嗎 還是想吃醋 就是想吃 就是愛吃酸的 這個是 這是也是醬的 這個是灌場 就是也是蕎麥麵做的一種小吃 蕎麥麵在哪裡 就是那個底下那個灰色的就是蕎麥麵 上面那一層是乳料 這個是蕎麥麵 對 這是一片一片的 是的 這個也是 好特別喔 太原的特色 那我們蕎麥麵都是麵條嗎 很像涼粉 對 有點像 這個還不錯 這個是油麵靠姥姥 靠姥姥 油麵就是一種粗糧 它就是油麵 這怎麼吃啊 就把它撕下來 撕下來一個 好像蓮藕喔 它沾這個 對 那個是西紅柿醬 它不辣 這很像番茄炒蛋 這個丸子湯是 太原特別受歡迎的一家 真的啊 對 也是早餐 那個 胡椒 對 這個湯頭是好的 因為我喜歡胡椒 跟著那個甜油餅吃 是甜油餅啊 對 這是什麼字母 那我喜歡單獨喝 喜歡這個丸子湯 叫南宵牆啊 叫南宵牆啊 這個南宵牆是一個太原的一個地名 就是它最早開這家店就是在那個南宵牆 這個呢 這是湯片子 它是一種葉子 然後裹了麵 然後把它煮熟 好特別啊 這個湯好吃啊 那這個葉子呢 各種葉子都可以啊 對 山西人習慣把各種蔬菜裹上面 然後進行烹飪 這個叫什麼菜式 沾片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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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好多麵啊 山西就是麵食大盛 啊 這個是炒不爛子 這個不爛子也是有很多種 這個應該是 不爛子 對不爛子 是有馬鈴薯對不對 對 是土豆裹了麵蒸熟以後 然後再跟雞蛋啊菜啊炒在一起 哦 這個特別 這不爛子好吃 沾片子 不爛子 好多籽哦 啊這個呢 這個是羊肉湯 哦 放心 這家羊肉湯也是 排特別特別長的隊 然後店家一般只給你15分鐘吃的時間 戰鬥營 因為人特別多 然後很多人都是站在門口 就是端著吃 哦 那不如外帶吃 比較沒那麼壓力 哦 好不溜 好吃啊 這個也沾醋吃嗎 你可以放醋 就山西人任何材都可以放醋 任何的東西都可以放 這個也沾醋 可以 不太 不太 那應該是說肉可以沾醋 就是湯這樣 哦 OK 可以 哦是肉沾醋哦 我喜歡這個 沾片子 跟不爛子 跟這個丸子湯 這我推薦大家 但我 我本身就會拿走這條 這是羊肉 對我喜歡吃羊肉 那好像 這裡的麵食都蠻好吃的 果然是麵食大亨 好嘞 好嘞 嘗嘗嘗嘗嘗嘗 好吃 我喜歡吃羊肉 Tamam